許家瑞是我朋友 我符合到 老師現在還是以貌取人嗎 當然喔 許老師你OK嗎 試著交往 他又講試著交往耶 對啊 要不要 用出這四個字耶 好不好 可以嗎 天啊 你什麼星座 金牛座 跟我一樣 你幾月幾號 5月12 我3號 你什麼血型 黑型 可以嗎 我最喜歡A型 為什麼 因為A型都不理我 不理妳好嗎 妳喜歡冷漠的是不是 就是不是 我喜歡那種 比較悶一點那種A型 可是A型通常都不喜歡我 因為我O型啊 太棒了是不是 你數什麼 數兔 妳之前兩個都數兔 是不好的分手嗎 我三個數兔耶 我交往過三個數兔耶 所以妳是兔子殺手耶 所以老兔子 小兔跟小小兔都 對啊 妳有交過年紀病大的女生嗎 有 她四歲 我初戀就比年紀比較大 她四歲 就是我喔 對 好 成功啦 恭喜兩位請坐 許家瑞大概性格很鮮明 所以家人不太敢逼妳吧 因為妳有主見的人 我其實家裡還好 只是以前我爸爸在世的時候 他都會逼說 你如果再不結婚 我就死不瞑目 他都會這樣講 結果他都過世了 他也不能瞑目 可是你知道他就是那種 他會覺得說 女孩子 尤其我們台灣人 他覺得說身為一個女生 你的責任就要傳宗接代 你身為一個女人的一個責任 可是他讓妳學藝術耶 他不就知道妳會過著是很... 沒有 他其實非常反對我學 只是我拿到全額獎金 所以他不得不讓我學 許家瑞有一個很精彩的事情 哪一個 那個教授的 哪一個 那件事很精彩 哪一個 教授 妳是學生幫妳安排了一個 同校的教授對不對 對 帥嗎 我那時候覺得很帥 因為他很高 然後真的妳們就出遊了 沒有...其實當學生跟我講 我嚇到我講說 別的系的老師會想要認識我 他說對 他說 那個老師一直在打聽妳 他說他就來透過另外一個朋友 他們之間朋友來問 就問到我這個學生 我學生就說 許老師妳有沒有興趣 我想說怎麼可能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國外有一個男朋友 可是想說 不妨見見面好了你知道 就一見發覺 哇 十見哪時候藏了這麼好一個貨 然後在學校裡 常常會遇到會 然後他就約我說要不要到 我現在忘記了 當時到底是去高雄 還是台南 還是台中 反正就是要約我到南部 然後那一天我記得 是去看他的設計作品 對 看他設計的作品 然後要過夜的嗎 對 所以我就特興奮 就跟我媽說有人找我演講 我要去那邊一下 就背個包包 東西裝好就出 然後我記得我們好像是坐飛機 在飛機上的時候坐在一起 這種行程要怎麼打扮 輕鬆自然 然後不要帶太多東西 要露腿嗎 但是又要帶 一定要 有人帶老褲對不對 對 然後坐一坐飛機 他竟然拿出他家人的照片給我看 他說那是我的姊姊 這是我的什麼 我想說Oh my God 這就是一定是有什麼了 而且想說才幾次 我真的中大樂透了你知道嗎 就想說太好了 而且他長這麼高 經營一定很棒 然後就朋友就開了一個 像Range Rover那種很大車 我已經這麼高 還跨上去你知道 就很騷包 就坐那麼幾乎到處亂開 就開去看他設計的點 有才氣的設計師 超有才氣 然後就想說我整天就心花怒飯 想說我的媽 褲子越拉越長 想說誰是怎麼樣 還是故意走過去要怎麼樣 就妳覺得怎麼樣 就故意這樣 然後他說什麼 我都說好 都好笑 這時候在車上 他的電話就響 然後響的時候我坐在旁邊 想說天啊 一定是他朋友來問他 怎麼樣... 約會得怎麼樣 對 然後我就聽他跟朋友說 很好啊 我就聽他很嚴肅 跟他開車這樣 好帥 你知道 一個手開車給一個手 拿手機多帥 算是違法的 現在是違法 對 我就聽他朋友說 我娶家瑞是個妹嗎 對啊 我大家歸秀 我當時坐在那裡 我整個人 整個心都涼了 我想說你怎麼看待我 把我當一個禍嗎 不是 可是他那個口氣 不是 沒有... 好 提亮 請起立一下好不好 他呢 在八點檔的連續續 做了一件有名的事情 他覺得那個男人 突破不了我跟他的關係 所以他一直懷疑東懷疑西 然後他就...因為他的懷疑 對 就讓我們... 有 你是不是會說 因為過年那個時候 我妹... 我妹妹不知道幾月的時候 回台灣 她就凌晨 因為我妹妹在台灣 可是她住在美國 但是回到台灣的時候 美國還是要工作 所以時間顛倒 所以她每天到凌晨1點 一定要看重播 你們在按摩 在浴缸裡啊 對啊 而且我們還有... 沒有吻戲 你那個老公的錢啊 你要叫那小聲把他拖過來啊 中都有看 你們兩位有在浴缸的情侶 有 愛到不行 有是姐妹的按摩 我愛你一聲一聲 你不要吵啊 我真的來抗欺 我今天你的意思感到我嚇到耶 郭婷筠 妳的女友這麼活潑可以嗎 其實我白的很悶燒啊 其實這樣 OK嘛 所以你覺得她可愛嗎 都在那樣子 不大相當你的人 不大相當你的人 很好啊 這沒評價 現在目前是寫到說 我出國去移眼睛 所以讓妳出國移眼睛 是因為妳接了別的Case嗎 沒有...就是因為其實 因為有另外一個更壞的角色出來 應該會有其他的角色出來 打算忽視這邊的聲音是不是 那就有可能再會複合 有一段感情的糾結 不然眼睛一不一好 應該都有可能複合啦 因為如果真愛的話 她不會在乎妳眼睛看不見的 可是老實說 就連我自己的個性 可是妳也不用去她 因為這不是她眼睛的感情生活 沒有 我自己的個性 但是妳一起在那邊講話 不久之後我們又碰面了 我想說再給她一個機會吧 其實已經隔了好一陣子 所以我又沒有又打來 沒有 她就這個男的 隔了好一陣子了 她又打來了 她就跟我說要約在她... 約我去她的...她住的地方 妳知道我一開門 她就坐在那邊等我 妳知道她家多一個房間 就一樣大床在那兒等著我 妳相信嗎 妳知道我們一開就是床嗎 我說What 真的 妳這個人每天想的是Sex嗎 怎麼會妳這樣 然後我說那妳的桌子在哪裡 她說我床旁邊 有個這麼小的桌子 那有小椅子 我整個那個晚上在裡面 15分鐘 我就坐在那個小桌子那邊 因為我想看她手稿 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一進去就是一個大床 妳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奇怪 妳覺得怎麼樣 妳這樣寫38 是指38歲之內嗎 38歲把自己嫁掉 因為我有一個姊姊 她...她的小朋友 現在好可愛 5歲 然後非常可愛 又在演戲 就是小童心接廣告 那個姊姊跟我講說 賴賴賴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你嫁不出去 你一定可以嫁得出去 妳也不用擔心你生不了孩子 因為我這個小朋友38歲才生 然後她的身體也恢復得很好 可是妳現在不是才28嗎 謝謝 妳不是才28喔 我33 她跟鐵人妳覺得有搞通嗎 還是剛剛只是長面話而已 我覺得鐵人 為了要付出演藝圈 她什麼事都做 鐵人 我跟妳講 如果跟學家一傳緋文 對妳付出演藝圈很有幫助 我這樣是真心的 不要為了有什麼目的這樣 天啊 她有真心的耶 你喜歡運動嗎 你喜歡運動 跑步 我聽到學老師這樣講 其實我忽然覺得自己很渺小 就絕對配不上她 因為剛剛她講那一段 哪一段 那個男生身高180幾 然後就是中度邊邊 可是學校沒有要求什麼學歷啊 海外留學這些事吧 為什麼要 不用啊 對啊 學歷是什麼 學歷就是大概大學畢業的 哪裡 妳說不在 因為怎麼樣 我老師的病哪裡快走 什麼國小學 小學就是我在心殿 我家住心殿嘛 在中正國小這裡 很好 那國中呢 也是在心殿的國中 什麼國中 就心殿國中 都很好的 高中呢 高中 高中快點 警衛 很好 警衛 警衛學人都很好用 他們指示力很小 大學... 也是警衛 非常好 什麼系 國毛 很棒啊 很棒 妳是講真心的嗎 我講真的啊 很好的講話 聽起來它整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總處心殿文山劇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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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